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更定 自从 他从这边底部 跌破这个筹码主力线的指示线之后呢 就一直往下跳 跌破了这个20天均线 非常的不漂亮 这边筹码主力线呢 他过不到 但之前我有讲过说 他的防守呢 最后的防守就是这个200天均线 4.59 这个 筹码风 这一两天 就应该可以知道 他会不会跌破这个200天均线 明天应该 是有这个quartel report 他会公布他的业绩 看看下 但是最重要的呢 才是这个星期五的财政预算案 如果财政预算案 有什么炸弹的话 什么赌博税啊 这类东西啊 这个的话 跌破200天均线 现在是肯定的事情了 呀 嗯 当然还要看业绩啦 我认为呢 他可能才会跌破这个筹码风 4块半 我认为 跌破4块半 也不奇怪 呀 所以现在他的命运呢 就是这一两天 就会知道 嗯 如果你之前没有卖在这边的话 这个时候 就看咯 看你要爆还不爆 如果是长期投资者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就 继续守住吧 继续看戏吧 反正已经下注了 就看一下他财政预算案公布的是什么东西咯 呀 就是这么简单罢了 如果你是看技术分析的 这样跌破200天均线 你就直接要开牌了 呀 买出去的 不管他的这个 Gradery Report 或是不管他的这个财政预算是好 还是不好 都已经不关你事了 这个就是技术分析嘛 呃 要有这个距离的 跌破地要卖 基本面分析呢 我觉得大多数都是会等着开牌 已经下注了 就开牌吧 OK 我问如何 呃 如果你是旁边看戏的话呢 我觉得你也是在旁边看戏就好了 不要记作的加入这个战场 看就好了 看下Witepot呢 还是 有什么 呃 Surprise 呀 那个Quarter Report 跟这个 财政预算案 只是相差两天罢了 不用记在意识 OK 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